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没想到古天乐之前是单眼皮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割过了双眼皮 寻情纪理已经是全切疤痕明明白白 不过那是割得宽窄刚好 比较自然 一心热衷做工艺盖小学 没有疑似利人舍洗钱 大家应该都听过古天乐08年成立了慈善基金会 然后出资建造小学的事情吧 自己生活极尽节俭 一部手机用七八年 骑电动车去剧组 却以一己之力捐了一百多所希望小学 2009年古天乐登上了快乐大本音 可是却经历了人生最尴尬的一幕 导致古天乐当场黑脸 当天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主持人何炯突然请来了两名孩子上台 现在还在旁边说道 这是准备给你的礼物 原来这两名孩子来自贫困山区 自从古天乐给他们家乡修建小学之后 他们终于可以像普通孩子一样 过上正常的学习生活 为了感谢这位恩人 也为了能见恩人一面 所以节目组就把这两名孩子邀请到了节目上 得知孩子们的用意后 古天乐也是十分的吃惊 这也导致很多观众为他做慈善的行为而感动 大家都叫他古校长 只不过面对这个意外之喜 古天乐却没有任何的表示 甚至还按搓搓地嫌弃节目组太多事 我那时候以为整所小学都是他出资建造的 希望他红一辈子 这样他就有钱做工艺 直到今天 我才知道这么多小学都是政府出资占大头 他个人捐的是二十万五十万的冠名费 剩下的几千万是某企业和当地部门掏的 但慈善的红利全被古天乐收入囊中了 就连当时的第一余计卓伟也曾曝光此事 直言古天乐未必做了多少善事 但却留下了很大的好名声 正如网友所言 这里并不否认古天乐做过慈善 但要是以为慈善换真名利 则显得太不厚道了 很巧合的一个点 喜米华大家都知道吧 澳门太阳城创始人亚洲新赌王周超华 古天乐的慈善基金会 是认识喜米华那年成立的 有一年 古天乐上台拿奖 喜米华居然是作为好友 一同陪同古天乐出席颁奖典礼 足见二人之间的关系 前年喜米华被抓后 古天乐再也没有捐过任何冠名费了 在古天乐的代言名单中 不只有太阳城 还有另一家争议品牌 古天乐曾经代言过某微商产品 品牌方曾发文证实 给了古天乐2000万代言费 并保留古天乐为该品牌站台的照片 然而 该品牌被指涉嫌传销 更被用户投诉假冒伪恋 要知道 森米可是个臭名昭著的三无产品品牌 主要是打着快速减肥的名义 对消费者都受奶昔 较速等减肥产品 整个产业的运作模式 就是传销经典的拉人头 发展上线下线的模式 而且产品效果非常垃圾 害了不少人 一旦买了产品 森米就会洗脑你加入公司 很多人用了他们的产品 身体都出现了问题 消费自己的名誉 去代言这样害人的垃圾 虽然经纪团队肯定是脱不了干系 但是古天乐不可能是完全不知情的吧 毕竟先不说古天乐到底付出了多少 但捐出的那么多小学确实是存在的 只不过古天乐的黑料远不止于此 得一双心的好口碑艺人 不是 古天乐坐过牢 还被爆脾气暴躁打过人 二十来岁的古天乐 胸无点磨 目空一切 每天和一帮狐朋狗友们混在一起 不是吃就是喝 吃吃喝喝一天又一天 一天吃完了 喝完了 没钱了 就和一群哥们想到一个来钱的好方法 那就是蹲在女厕所门口 等女孩子出门来时 抢劫钱包 结果被抓 判了一年又十个月 没想到 哥们中的一个不地道 趁他入狱之时 竟然对他女朋友下手 气得他趁对方来探监时 对那个哥们大打出手 拳打脚踢 没办法 监狱只好又对他加刑三个月 出狱后的谷天乐 也是时来运转 竟然因为长得帅 进了娱乐圈 还出了点小名 被狗仔揭发他黑料 他却两手一摊 死活不承认 还反问 叫导锁是干什么的 立单纯人设 幸亏老前辈黄瞻劝他 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演戏 他才最终认了 然而 多年后 他却在自传中 把自己的错误推得干干净净 说什么 当初都是那帮哥们太坏了 他是被带坏的 所谓交友不慎事业 因为他当年什么都不懂 只懂得做人要讲义气 可他改造出来后 却并未完全熟练 2001年 他已经大火了的那会 他又和同伴在厕所 独打过一名古董商人 据说是古天乐 在和好友林国斌 在KTV唱歌的时候 与一位古董商人起了冲突 期间古天乐 对这名商人下了狠手 把对方打到头破血流 倒在地上起不来 事后这位商人被送往医院 由于两人下手太狠 他身上有着多次欲侵 并且不排除有脑震荡风险 换做现在 这肯定是分分钟被网报退圈的事了 这些都是有资料可查的 同时他在斯德这块 也有点经不住推敲 别看现在的古天乐 一直不结婚不恋爱 都已经五十大吉了 却还是单身 一直娶不到老婆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是他早年太花了 所以老天也是报应他 让他一辈子都打光棍 以前的古天乐 可是个情场高手 才花无数 而且才花手段绝对高明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儿子有很多女朋友 每晚都有不同的女生来陪他 这可是古天乐爸爸亲口说出来的 他惯用的几个方法 一是激将法 二是冷却法 三是拍一部戏就爱上一个女主角 还美其名约快速入戏 曾与他合作过的女性温宏 就深受其害 两人共同出演过电视剧《乾隆大帝》 在该剧中 古天乐扮演雍正 而温宏扮演庄育儿 两人在戏里有大量对手戏 时隔很久之后 有剧组知情人透露 当时古天乐进入化妆间之后 就开始辱骂正在化妆的温宏 言语十分不堪 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分钟 温宏只能含泪忍受 温宏在记者会上 哭诉两人之间的种种细节 他表示两人合作拍戏期间 古天乐经常主动示好 只要他有难处 古天乐保证第一时间现身解决 还经常主动打电话给他 之后 古天乐突然对他冷淡 甚至在拍戏时表现出来 在温宏询问之后 古天乐却是满嘴醋意 感觉就像是遭到拒绝之后 对温宏心怀很异 而因为温宏的口碑不太好 这件事一度被认为是温宏蓄意炒作 古天乐方面的解释则是说 温宏当时迟到了 所以古天乐才骂了他 温宏向媒体哭诉自己的痛苦 即使过去很多年 也还是常常做噩梦 一想到他的名字 就吓得睡不着 还有传言称 古天乐祸害的不止温宏一个女星 还有张玉山 蔡绍芬等人 对此 张玉山虽然给予了否认 但他表示自己和古天乐以后 不会再合作 两人也不再是朋友 蔡绍芬也表示 他和古天乐只是朋友关系 此外 郭县尼在与古天乐拍摄寻情记的时候 曾经莫名失踪16个小时 导演和其他的工作人员 到处找他也没有找到 工作人员也联系不上他 最后居然在古天乐的房间里找到了 当时两人说他们在对剧本 但是也不至于深入到 连导演电话都不接了吧 还是说两人在房间里玩什么游戏 以至于太过于入迷了 都忘记了还有拍摄任务了呢 而被他曾经公开承认过的正牌女友黄绍莹 当年媒体爆料过 说古天乐私底下家爆过女方 也不许女方抛头露面拍戏拼事业 直到两人分手后 黄绍莹才再度付出 可尴尬的是 古天乐红了以后就把女方甩了 面对这些负面新闻 黄绍莹一直都是好喝好散的态度 古天乐从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声称一切都是媒体歪曲 经过这几次事件 古天乐在人们心中的口碑 可谓是断崖式下跌 也有很多人因此粉转黑 人到中年越长越凶 是人身境遇所致 还是性格使然 向尤新生真的靠谱吗 要说古天乐性格之所以如此暴躁 其实一方面是因为他名气很大 名气大了自然会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早年当过古惑仔 古天乐最落魄的时候 只有张国荣帮过他 古天乐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 由于家里交不起学费 在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辍学了 并且在街上找了一份搬运工 这样的苦力活 由于太早出来混社会 也导致古天乐的性格比较急躁 之后他也感染了一些不良的风气 当年香港的蛊惑在文化盛行 古天乐也加入到了其中 成为其中的一员 每一天跟着兄弟们去收保护费 结果有一次 他在替自己的兄弟们忘风的时候 被警察抓了个正着 而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人 则是立马跑了 进入局子后 古天乐没有为自己辩解 而是默默地扛下了所有罪名 之后入狱一年 之后 古天乐又听说自己的女朋友和好兄弟们好上了 这让他深感自己被背叛 在狱中和好兄弟大打出手 导致刑期又加长了一年 出狱之后 古天乐下定决心 不再当古惑仔 而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凭借着出众的外貌 他开始在一家模特公司当经纪人 有时候别人没时间上了 也会让他当个替补 久而久之 公司也觉得他很有当模特的潜力 于是将他安排成了艺人 后来他就在一些影视剧里面跑跑龙套 在那个年代要出头 并没有那么容易的 古天乐出道几年了 还是一个小龙套 还是在张国荣的介绍下 他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当时有制片人问哥哥有什么新人可以用 张国荣二话不说就推荐了古天乐 并且还让身边的剧组有需要的 就去找古天乐 在他的帮助和提携下 古天乐的事业才得以发展 而他也曾在节目中公开感谢过张国荣 只是这次张国荣的眼光似乎不大好 看好的女艺人张柏芝是个谎话精 看好的男艺人 这次又是这种情况 希望这次的事件 古天乐可以出来给大家一个解释 别像以前一样回避了 看好